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們創作的點子很多 就是念頭真的是很多 那要執行到一方面時間 一方面要多多少 技術跟配合的技術 都要考量 在這個被實現之前 我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點子 比如說老實講 我們第一個點子就是用光 那那個時候是 要嘛是光纖 架構XY3的時候我們講過 XYZ軸 然後把字用很小很小的點 就是像那個 叫 面條有一種光線面 串到當 一條一條的光纖的線上面 很小很小的 然後那些小東西是有顏色的 比如說無可無不可 的顏色 當光纖變幻的時候有的字出現 有的字會 銅色的就不見了 那個不補色或者是不一樣顏色的 它就會出現 所以你進到 比如說我的展間的時候 你會看見無可無不可在那邊跳幻 然後變成全部銅色的時候 那個字全部呈現 有的時候都一個吸引的樣子 這個單字是用光 因為我覺得從光來解釋 事物狀態 從簡學液的這個文字裡面 那個很清楚 我覺得它裡面有很多 可以供我們做創作的一些基本原則 是在這邊 那這個點子 技術高 那個我也有做過 那協力掌商也覺得說很大 後來就放到一邊了 那還有一個點子 欸我做很大的魔術方塊 那魔術方塊呢 就是上面 魔術方塊也有紋面 那至少有紋面可以用 那無可無不可 是寫在上面 那所有來看的這個觀眾 可以去隨便的弄轉 那魔術方塊我都想把它做到 大概譬如說 兩百公分 兩百公分 那麼大 大家可以我一直在這個量子 在這邊扭轉 就是本來它是有 無可無不可 因為你整個轉開了不見 就說你要很高生的魔術方塊的玩家 最後再把它拼回來 就是又拼回來 無可無不可 都還在 可是這個 這個點子小 我又不想做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因為當代很多東西一定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 你詮釋一個路徑的一個角度 跟一個方法 你想完了還可以做完 你也不想去做 因為你想到那個工程這浩大 跟經費這浩大 跟經費這浩大 就很頭打 就很頭痛 然後又放到一邊 就沒做 這個我覺得 那我的重點 就回到最純粹 譬如說 那邊有一堆詞 就把那堆詞擺在那 好像 老拿茲的筆是 就是刀 刀過了 那個詞就成形了 我覺得 就一個簡單的概念 後來發現 紙張把它疊起來 一方面是寫功課 一方面是 金顏空 那當然 那時候我跟我們一些同仁講 所以 根基好 根基地的人一看就 那可能一邊有跟無的進去 虛跟空就看完了 那一堆其他那邊都是垃圾 沒什麼了不起 那根基 根基頓的人 講說 雅翰做了一個雕塑 雅翰做了一個 建築的一個房子 那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本來就是 當代他有一個特徵就是 創作那是我 建議我的 整個選 那觀者 你自己心中 要解釋 能夠有一個投射 有一個鳳鳴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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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沒有 回應你的問題 謝謝 謝謝 不過那個董楊之老師 大概 看了雅翰的作品 都很差點特別 比較少 嗯 就是 他說他有考慮 要把書法做成立體的 是他自己要做的 他還是要靠這一筆 做一個立體的樣子 那時候他想聽 怎樣 要做什麼 那 那 那 剛才說 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所謂 主動 主動的 做手 你心死掉 他 奪手最大 前面 這輩子有什麼意見 他只要反而 什麼業主的心得 來 大家分享一下 我 我 他 很快 我 很快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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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